上班犯困怎么办 上班犯困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些小方法 帮助你在上班的时间赶走困意 方法一 在开始犯困的时候 可以用具有风光气息的牙膏刷牙漱口 或者是用冷水洗脸 因为这种方法可以提高机体的神经系统的兴奋度 从而达到消解困意的目的 方法二 让视觉开始有刺激 可以走出室外 到郊外 或者是不盼 三边举目眺望 如果长期在室内 也可以在室内增添一些色彩艳丽 并且富有生机的事物 比如说花花草草 可以给人一种嗓声音乐目的感觉